为了缓解疫情的冲击 农委会推出的农民万元生活补贴方案 从5月11号开始 就在各地农会开放受理 而适用的对象包括农保 以及农质保的被保险人 以及参与农粮政策 或是由改良厂认证的10根农 但改良厂对于这项认证申请 直到6月1号 需要的民众请要注意时间 吉安湘农会一大早 保险部柜台前就有不少民众拿着文件 前来办理农民万元生活补贴方案 虽然没有排出长长人龙 但陆续前来的民众已经是络绎不绝 让柜台人员一刻都不得松懈 从5月11号开始 这项补助就在各地农会开放受理 一直到今天 吉安湘农会已经成功办理 超过3000件的补贴方案 将近有8成的农民完成受理 对于符合资格的民众 农会也会一一拨打电话告知 但却有不少民众怀疑 这是诈骗集团 农委会核准的农会这边 这几天已经几乎直接用电话通知 通知将近1000户 1000多户 这些人的话只要带着身份证 印章存款部到保险部来办理就可以了 这绝对不是诈骗的电话 请各位农民接到电话 应该高兴赶快来办理 另外的话还有食根者部分的话 这个改良厂这边的话 受理到30号截止 要申请食根者的农民的话 在这 比如明天时间的话 要赶快到改良厂去申请 对于这项补贴方案 有农保及农资保的对象 已经完成入障2547人 剩下有20人 三未补齐存折资料 而符合农粮政策的有1200人 农会也一一拨打电话告知 已经有8成将近920人完成申请 对于其他资格的农民 则是需要拿地基资料及耕作面积 到农改厂申请审核实根农认证 才能进一步到农会申请补贴方案 但农改厂的认证申请 直到6月1号 而且雇佣人员不在受理范围之内 请需要的民众要特别多加留意 记者许立琴 结案相报道